修杰凯善俩女儿刚学会走路的播像小鸭子!晃悠悠跟着步步超萌! 提到第三季《妈妈是超人》中的几位萌娃,相信让网友们感到变化,最大的一位萌娃就是甲敬文家的小女儿伯妞了,话说,在《妈妈是超人》刚刚开播时节目中到处爬来爬去的伯妞,没想到在节目收官之际她已经慢慢学会了走路。 今日6月10日,身为爸爸的修杰凯也在微博晒出步步和播妞两个小姐妹礼拜天的日常照。 而从修杰凯善出的官员伯妞的照片中也能够看到,学会走路的伯妞也很乖巧,照片中刚刚学会走路的伯妞虽然走路并不像姐姐步步那样平稳,但是她也是很乖巧的晃晃悠悠的跟着姐姐步步,而张开两只小手的肌肉也很乖巧。 手保持平衡的她,走起路来那呆门可爱的模样像极了小鸭子很是可爱。 当然,身为姐姐的布布也会很暖心地牵住妹妹的手一起走,如此可爱的姐妹花真的是让人看不过瘾,难怪在第三季,妈妈是超人。 收官之后不少网友喊话贾静雯夫妇让修杰凯带主布布和布妞伤爸爸去哪儿了。 你期待布布和布妞再跟着爸爸妈妈录制其他亲子真人秀节目。